音乐开始 运动鞋、低挡裤 是法国知名时尚品牌 2013秋冬男装的第一印象 飘散着浓浓的街头感 本季在创意总监Albert Edwards的引导下 设计师Lucas设计出一系列多样化 以及各有不同外形比例和主题的男装 融合前卫与实穿性 锋利地切割出男装的新线条 灵感明显来自知名的摩德族 整体轮廓维持一贯的上宽下窄 窄管裤搭配上宽大、圆弧剪裁的上衣 将成为秋冬男装的新主流 以蓝色为主调的反肩贴身夹克 搭配极为窄身的翻领 在衬衫缝上了透明印纱 打造出条纹错觉 充满都市时尚感 领带上也绣上水晶石和闪亮的金属片 以不同外形比例所打造的系列 超大尺码的紧腰短夹克 宽阔的长裤配上白色皮料制造的拉链高筒靴 本季也将整个系列的经典衬衫 换上了全新面貌 衬衫底下有深色的高圆翻领衫 打造出更轻盈的感觉 像是合幅袖子的超大尺寸连帽外套 鞋尖双巾外套 充满华贵气派的直身大衣等外衣 都能在这一次的秋冬男装看见 最后出场的是深蓝色 黑色和灰色宽翻领经典西装 超大尺码的双排扣羊毛混 亚麻后毛上衣配上贴身的长裤 外套以羊毛衬衣和尼龙打造而成 从皮革压花扭扣和内藏拉链的紧身长裤上 能感受出设计师想营造出的工艺创意 美国知名设计师品牌2013秋冬秀 将纽约时装周的场景原汁原味搬到台北 由名模林佑丽领军 在原型伸展台上演绎新装 秋冬服装充满40年代的绝美风华 丝质睡衣般的洋装是日装焦点 亮片与狐狸毛搭配的晚装则弥漫优雅贵气 我觉得这一件衣服呢 这个风格是属于比较奢华 然后一点金属的风格 非常的闪亮 然后一方面就是我自己穿的也小心翼翼的 其实我身上的这一件的材质 它是有一点点丝质 但是又有一点点金属光的 我觉得是稍微带一点点庞克的味道 重一点点的感觉 我自己很喜欢 似乎是要续湖才能配上 它衬衫的那种感觉的推背风 但是它利用它的剪裁 让你感觉出来还是会有一定的 自信与朝气的感觉 并不会因为它的颜色 让你失去了精神感 一年一度的时尚盛事 历经之夜 日前盛大起跑 今年迈入第三年 为了印象年度顶级贵宾 除了由林佳琪与香港名模琪琪 领军模特儿们演绎价值超过35亿的珠宝金品大秀 集结十个珠宝品牌 与十四家金品服饰 请到香港 东京 韩裔及台湾厨艺界之光 江振臣合作 亚洲四大天厨 激荡出新的饮食新文化 用美食行销台湾 以和谐为主轴 将时尚与时尚共同呈现 让亚洲美食与品味潮流的平台 拓展全新视野 我想今年是非常难得 因为我们在历经之夜的这周 我们很难得地邀请到四位知名的亚洲名厨 然后来为我们的贵宾 打造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想这可以算是台湾的第一次首创的创军 除了时尚之外 我想美食对我来说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能够来看一看 开开眼界 然后来品尝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我今天这个珠宝 对我自己非常喜欢 是Gloft 所以它这个是非常一个英国经典的品牌 那我手上戴的戒指也好像台币几亿 我的着装就比较在利落一点 因为我喜欢穿西装跟西装裤 所以我想简约地配它 撑着这么经典的珠宝 我想这就是我自己喜欢的风格吧 今天的珠宝呢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手上这个祖母绿 它的价格当然是价值不肥 一亿八千万 应该说祖母绿来 很少看到这么大颗拉薯的 然后整体配起来当然也是上衣 今天这个美食的饗宴呢 我期待已久 江振臣厨师的八角哲学 他跟其他的主厨一起搭配合演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尤其是他整个都搬到了台湾 来自丹麦的珠宝品牌 并织着客制化 用珠宝记录生命中每个美好时刻 为品牌精神 日前欢庆品牌三岁生日 及新店改装开幕记者会 并特别邀请到艺人侯佩岑出席剪彩 热闹非凡 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参加 Pandora三周年的开幕 我一直都很喜欢Pandora的饰品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每一个串珠 都可以自己挑选 然后你可以挑选对你有意义的 象征性的东西戴在身上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饰品 然后我也经常买Pandora的饰品 要送给朋友当作是一个祝福 法国典牙女装品牌 将服饰想像如礼物般的经典与高贵 营造新一季法式时尚的当代风潮 开幕记者会上时尚大使何润东 更清零现场谈论女装魅力 以前有帮喜欢的女孩子有挑过衣服 然后结果被打枪了 因为我发觉我要送女孩子 什么样品牌的一些衣服 我真的太不了解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被女孩子打枪 所以之后我开始就慢慢比较去研究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一些品牌 是比较符合适合女孩子会喜欢的 这样之前我制作的戏泡沫之下 然后他们这个品牌也是有赞助我衣服 让大S在里面有很多很好看的衣服穿 对 美国知名时尚品牌2013秋冬 融入条纹 格温等校园风元素 色彩也变得更加缤纷 秋冬发表会上 邀请到以健美身材赢得男神封号的顾佑名 与艺人夏如之搭档演出 展现多变的时尚风情 我可能会选择像是第二款那样子 因为其实跟我自己本身 私底下的形象比较像 因为我喜欢比较轻松 然后休闲的样式 那另外一款虽然轻松休闲 但是却可以让你非常的有个性 所以我应该会选第二个是B白的 在华山1914文创园曲展出的 《探索无限》 国家地理125年经典影像大展 开展记者会上 特别请两位国际级的专业摄影师来台 分享他们拍照时的感动时刻 这是 Dunhuang 选择其中选择 你不看这些人 你不看这些人 你不看那些人 你不看那些人 你觉得这就是 Marco Polo 在地鲜山 他们终于一起 然后他们聘在一起 你不看 正在前面的专业 我曾經有這個行動,我曾經想找到一個瞬間去抓住 這個瞬間就僅此,我會立即是居然當地上的豪華 我會在宇宙上的屉面上的腿 我為甚麼,是重要的,是眼睛向眼睛 广东话我们说 因为这一首歌 我们不是卖钱的 我们是捐钱的 每一分每一毫 都是捐给香港的中文大学 两个奖学金 一个是戏剧 一个是音乐 全部都是做善事 所以我们的衣服 全部都是从我家的衣柜里面 拿出来的 我们希望可以把 传统的一个名彩的元素 把它带到 比较时尚的一个 功能性服装里面 但是我们重新地去 设计这些名彩的图案 让它就是看起来是比较现代 对 好像不像我们一般觉得 像穿军装出门了 然后让它又比较有时尚感 时尚就是不设限 创作就是将感觉 随着意识化为音符 想知道最新流行资讯 请锁定台北音设计 台北硬时尚 今天的fashion call单元呢 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套上一件糖果衣 在秋冬之际呢 很多人都会穿着 比较厚重啊 或者是深色黑色的服装 但事实上呢 有时候在这个 很寒冷的季节当中呢 如果能够套上一件糖果衣呢 会让整个人呢都亮起来 事实上呢 各种亮颜色的衣服 真的会让人看起来呢 不光是气色好呢 而且会更加的显眼 然后我们也发现呢 在最近的几季呢 在时尚元素当中呢 开始很喜欢 运用色彩来玩游戏 是的 最有印象的呢 就是去年的 时尚三元色吧 Celine那系列的 蓝红拼接撞色外套呢 真的是 2012秋冬的超大记忆点 而且呢 我记得像 Champo Gatier呢 他也把三元色的外套呢 拼接成一件短裙 在结构缠绕当中呢 又盯上了卯钉来铺棉压线 接的细节呢 都令人很费解哦 对 还有穿久保龄 他夸张的鞋边缝合手法 像极了这种超级市场 洗衣巾的补充包 大肆歌颂这种扁平的美学 加上这种鲜艳刺眼的颜色和花朵 秀场中呢 连音乐都没有放 也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场秀 可惜后来没有看到有人穿在这场 其实去年呢 大肆的呢 开始流行壮色 我想多多少少是因为 社会上可能是一种低迷的气氛 像设计师们呢 也开始反思 到底什么样的设计呢 可以让人活泼开心起来 就像我自己为什么也要穿着这件鲜黄色 真的就像套上了一件糖果衣 我今天心情也特别好哦 是的 所以呢 我想在这么强力的撞击之下 消费者反倒是会对今年的秋冬 所推出的设计就更容易接受 整身的亮色或者是点缀性的艳色单品呢 可以显得更可爱 也更方便穿着 那像今年呢 像仙子色啦 或者是燕橘色啦 或者是桃红色 一样可以让人感受到活泼 而且那个气氛呢 会更加地突出 而且非常的阳光哦 所以套上一件糖果衣 真的 其实在你的时尚衣橱当中呢 绝对可以是历久弥新 很好的选择哦 对 所以各位观众 无论你是男生女生呢 你今年的秋冬 请尽量穿上最亮丽的色彩的服装吧 今天的Beauty Talk单元呢 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抗老保养妆效 像这瓶呢 它不但是可以超抗衡 其实它可以让你的肤色呢 可以不但有这种修片 打光 双层的效果呢 而且它真的是还有粉底哦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瓶身呢 真的是一种跨时代的 新的包装 而且丝滑的质地 真的可以修补 填补脸上所有的坑洞哦 就像是在修片一样 而且下层的这个 非常轻盈细致的粉底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智慧分子 可以连锁反应 让你的肌肤呢 恢复弹力 脸就整个自然地亮起来咯 那当然呢 我们讲抗老 其实不是只有 你到了首领以后 25岁以上的女生 我觉得都开始 要做一些抗老保养 那这一款呢 以顶级面料为灵感的 强调超越一般固态粉底 还有这种霜状的粉霜呢 它是凝霜 但接触肌肤瞬间 它就可以马上地融化 呈现一种很完美的肤质 而且这个轻薄的质地呢 可以让你随时打造 高级的定制服装感 对所有的 不管是消费者啦 艺人啊 还有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呢 真的很重要 因为呢 它会让你的肤质 看起来到底好不好 其实呢 像这一瓶 它的灵感呢 就来自太阳光下 自然光泽的这种纯粹光感 让每位女人呢 就像女神般的耀眼 而且呢 五种顶级植物精粹呢 取代水 丝质断面的这种 质地的凝露呢 取代粉 精致的蓝光 可以帮肌肤调理 不怕蜡黄泛红哦 独家多糖复合物呢 更可以帮你 犹如做保养般肌肤 内层细胞呢 多糖体的品质 不断地提升 层层重现 紧致线条和完美的弹力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彩妆师 我是湘妮 那我今年呢 要介绍的是呢 是我们秋冬的 一个流行性的彩妆 那我们今年的秋冬 一个流行性彩妆呢 会着重在我们的唇妆 就是我们的一个红唇的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夹彩的一个修容 那我今天使用的呢 就是我们一个大地色系的 一个五色的眼影 那我们会从浅的这个颜色呢 打在我们眼窝的地方 眉骨上 再来呢 我们可以使用中间的这个带点咖啡精的这个颜色 打在眼窝 去做一个双色的一个剪层 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中间这个比较深色系的一个咖啡 打在我们眼窝的地方 可以创造出比较一个深邃 而且比较立体的一个眼形 在中间的这个交界处的地方 稍微做一个晕蓝 那它这个线条是比较自然柔和的 最后呢 我们可以用深的这个黑色系的颜色 去描绘我们的眼线 让你整个眼部的这个轮廓会更明显 接下来使用的呢 是我们绝对巴黎的一个双色夹彩 它是以巴黎铁塔作为一个出发点 因为其实巴黎的女性呢 她都非常在服装方面也好 彩妆方面也好 她是非常有个性 而且非常有独特一个个人的魅力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用双色的颜色去做一个揉合 打在我们笑肌的地方 那我们也可以单独呢 使用这一个蜜桃色的颜色呢 从我们的发系线去做一个修容 那最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唇部的这个粉嫩的这个颜色 沾一点点 然后使用在我们笑肌的一个最顶端 可以创造出一个更渐层 双色的一个搭配组合 也可以让你的整个修容的那一个完整性呢 跟柔和度是更漂亮的 其实在法国的女生呢 她的服装搭配的颜色是非常一致性的 她们不是以整个黑色系啊 或灰色系或白色系去搭配 但是你可以发现 她们的配件呢 都会选择非常亮的颜色 那就像今年的一个秋妆一样 我们会选择比较亮色系的唇膏 一个红唇去做一个今年秋冬唇妆的一个主宗 在唇形的部分呢 我们先可以描绘出 模特的一个唇形 先找出唇峰的位置 然后再找出我们下唇的一个 三角形的这个最顶颠的一个部分 她除了颜色非常的显色之外呢 她同时可以加强到一个保养的效果 可以淡化我们的唇纹啊 或是改善我们唇色比较暗沉的地方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秋妆 那就是一个走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眼妆 那我们加强在我们的唇妆 就是一个非常红唇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一个修容的一个夹彩 今天打造模拟美人单元呢 我们要谈的主题就是鲜艳糖果色 我们看到了模特的身上呢 就是把这个最亮的橘啊 或者是宝蓝啊或者是黄呢 做了一个图腾的拼接 那刚好就是接下来季节里面 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重要的主流 那我们先看模特的本身的颜色 跟它的搭配 可以看到就是充满这种浓浓的几何元素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变形种图案 可是它的基底呢是用这种亮橘色 也就是说亮橘色本身 虽然是一个膨胀的色调 可是它利用这些的图案呢 它是沿着我们的这个腰线 本身的身形去修饰的 包括这一边还有这一边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它整个轮廓 还是会让你的身形 有一个不会太过于膨胀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长洋装是不是只适合 高个子的女孩子喘 其实不尽然 因为呢现在长洋装很聪明 其实他们在做胸线的时候 都会做得稍微高一点点 看起来是比较高挑的款式 也就是说它从腰部的腰际以下的地方呢 它才会微微地往外 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A字 A字的形状 其实看起来是像H的形状 你在这个比较热的时候呢 搭一个很漂亮的凉鞋 但是在秋冬的时候 你穿一个真姿的罩衫 它也是一个另类的一个度假风 然后再配上比较属于度假风 或者是一种民族风情的项链 整体的装束其实非常的简单 但是利用一个亮色系 就让你走在时尚的最前端 你知道叶琼老师 像我身上这件柠檬鲜黄的洋装呢 我也觉得它非常的好穿实用 因为呢它的这个肩膀的肩线的部分 其实有一点收身的效果 而且呢如果有人比较担心它的手臂呢 其实它也可以遮掩得不错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整个的弧度线条呢 它是有一点点这个H line 但是呢它下面有一点包覆的效果 所以呢会看起来既时尚又看起来身材会更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位模特儿 他一样是穿今年秋冬之后呢 即将非常非常流行的鲜艳的柑橘色 可是这个柑橘色跟刚刚那种 有一点点民族风度假风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 它是一个非常简约的H line的小洋装 而且刚刚好大概遮到大腿的一半 也就是说把我们女生最担心的大腿根部 整个可以修饰掉 那在上半身的部分呢也很好玩 因为今年秋冬开始中性主义很重要 那中性主义里面呢 做一点点这种拉链啊 比较属于男生啊 有点power的这种装饰 在肩膀上面 它也变得会比你用电肩看起来更好 因为用电肩的时候 有时候女生会看起来比较魁梧一点点 我觉得这件橘色的洋装呢 它如果今天加上了一个束身的腰带 腰风的话呢 也会看起来比较像上班族的女孩穿着 那如果披上了一件围巾啊 或者是长的绒衣外套 都会让它走在街头上呢 看起来令人为之眼睛一亮 那想知道今天模特儿们 和我身上的服装资讯 就请你要锁定台北InDesign 台北硬时尚或InDesign的脸书 强调环保节能与机能性兼顾实用美观的台湾服装品牌 将传统工法融合现代科技布料及技术 用创新的方式呈现新时代的经典 展现前卫摩登新风格 今天的超级设计师单元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力宝龙集团旗下的F&Ice的品牌设计师 刘芳曲小姐 Sephanie 你好 我们看到了这一季的F&Ice 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 在推展这个布料方面的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因为呢 它有很多很多各种机能性的布料呢 这个推展到全世界 所以很多大的品牌呢 其实都是用了你们的布料 但是如何把这么棒的布料 结合到好的设计 那我们要请问一下设计大师咯 所以请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2013的秋冬设计理念 因为这个品牌 我们一直是以旅行为主要的诉求 那我们这一季呢 把我们的概念跟故事带到了英国 所以我们结合了 就是很多英国传统的一些元素 包括比如说从建筑 旧建筑结合新建筑的一个概念 然后从里面得取一些元素 当成是我们这一季的灵感 对 所以我们有运用很多 比如说英国传统的一些布料的一个结构 跟图案 作为我们这一季的一个设计的重点 我看到很多这个女装啊 就好像很实用 非常的好穿 而且我觉得质量其实也很不错 是 主要是希望可以结合时尚跟科技 还有功能 那所以说对我们来说 实穿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的方向 那像男士呢 男士同样的 其实我们的女装来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蛮中性的 那因为我们希望说对大众来说 是一个非常实穿的一个品牌 它跟一般的服装其实是有一个区隔 那我们希望把功能这个东西 用比较时尚的方式来包装它 我看到经营 你们有很多是运用了 好像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这种 军绿的这个迷彩图纹 是 而是加深了 比如说像一些土耳其兰啊 或者是一些杖青 在跟我们的这些图腾去做了一个交织 因为其实我们本身是以Urban Outdoor 这样子的概念去作为出发点 最早期的Outdoor的服装来讲 它其实是从比如说军用的服装 演变而来的 那所以说我们希望可以把 传统的一个迷彩的元素 把它带到比较时尚的一个 功能性服装里面 但是我们重新的去设计 这些迷彩的图案 让它就是看起来是比较现代 对 好像不像我们一般的校圈军装出门 没错 然后让它又比较有时尚感 那像在布料上面呢 因为你知道布料是贵公司的强项 是 那我们希望把一些传统的元素 把它现代化 所以比如说我们会用了很多 传统男装的一些布料或是图案 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化学纤维来制作它 比如说有防泼水的功能 防泼水 对 因为我们重新去制作了这样子的布料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很特殊的功能 那我们知道呢 接下来就会在这个台北魅力展当中呢 会有这个服装走秀嘛 对不对 是 没有错 有什么特殊的 赶快先在节目上跟我们大家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一次呢我们会展出男女加起来共40套的服装 就色彩上面呢会有一点比较冷调性的一个色彩 那这一次的秋冬的味道是有一点点英式然后复古 是 是 是 那我想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现在国内非常优秀的这个布料 然后再加上很杰出的台湾的设计师们 大家共同请力完成了 然后在这个你们新的店上面可以全部的展现出来 那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消费者其实也开始慢慢注意到我们本身 闷兔品牌的一些优势跟优点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我们聚集了七个国家同时欣赏到世界各国好的设计作品 而且具有文化创意元素的这些家具 在现场呢这些家具呢不但制作非常的精良 而且也可以让所有来参观的民众可以触摸 而且也可以坐来这边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展览是台北城市设计展 因为它所着重的不是commercial design 特别是就social design的部分 它从市民的角度来去看 台北如何把设计融入到市民的生活里面 追求最好的完美的那你就永远青春 艺术跟时尚如何激荡出灿烂的火花 爱音乐爱时尚 时尚就是从值得的事做起 自信就是我的时尚魅力 想知道更多时尚资讯吗 请收看台北inDesign台北in时尚 2013台湾设计展及台北设计城市展 由经济部工业局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共同主办 台湾创意设计中心执行 展出超过千件设计产品 要带给大家一加一大于二的双重体验 今天一位设计的单元呢 我们特别访问到了是台湾创意设计中心的执行长 林兴宝宝哥你好 你好 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好多的人潮 他们因为都是要来参加我们的两大的展项 一样就是2013的台湾设计大展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台北的城市设计展 这个展其实它是把我们台湾的理学的设计 真是推到一个高峰 所以可别请宝哥来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所有的一个展的精髓 第一个部分是台湾设计展 那台湾设计展这里面有三个大的展区 第一个展区就是各位现在所在的城市议想馆 那这个世界议想馆里面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聚集了七个国家 同时欣赏到世界各国好的设计作品 比如说在现在所在地的就是友情门的一个展区 友情门是以台湾的设计为元素 然后制作了很多很精美的 而且具有文化创意元素的这些家具 在现场这些家具不但制作非常的精良 而且可以让所有来参观的民众可以触摸 而且也可以坐在这边 我们看到在我们身后的就是这个葫芦 对葫芦的意思 葫芦聚集 真是把很多的这个吉祥之气全部汇聚起来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棒的装置艺术作品 集就吉祥的集 葫芦就是葫芦的曲它谐音 所以它用这个部分来代表它整个的一个 策展的一个理念 除了友情们是台湾的骄傲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变形金刚 这次大展呢我们有一个特色 他们有一个八公尺高的变形金刚 那变形金刚呢 它是用挖土机来做初步的构想 然后去解构把它变成一个变形金刚 它和设计呢是国内首区一指 华人最大的设计公司 它不仅有变形金刚 还有车子 船 游艇的设计 都是全世界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他们在全世界得了许多的大奖 还有一个是经典设计馆 经典设计是台湾的优良设计 这次大展的主题是 不断向上提升的城市 所以整个展区的规划呢 也有一个特色 我们是把这个展馆呢 规划成台北市的一个街景 跟它的意象 所以我们分为十二个展区 有公园 有游乐场 有书店等等 然后把这个得到经典的产品呢 就在置入在那个场景当中 所以当所有人参观的时候 就在那个情境当中 去体验那个产品的美 另外我们还有介绍一个馆 我们叫设计玩家馆 我们是集合了台北 大概二十家的设计公司 在那边做一个 好的设计的产品的展出 同时呢 民主在这当中呢 去购买一些好的设计作品 在全世界呢 其实事实上有 一千六百多件的作品 然后呢 只有二十位得奖的作品 能够得到今天的殊荣 台湾创业设计大赛啊 是为了鼓励全球的设计青年啊 能够投入到设计的创意里面 已经举办了十二年 今年的题目叫一起 就together 然后我们收集了 全球来自一千六百多件 来自三十几个国家的作品 那今年呢 赢奖是由台湾的作品获得 同奖是伊朗的作品获得 那这些作品呢 都充分地展现设计师的创意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展览 是台北城市设计展 这个展出呢 在四号跟五号仓库 它很特别 因为它所着重的 不是commercial design 特别是社会性设计 就是social design的部分 它是从市民的角度来去看 台北如何把设计 融入到市民的生活里面 所以这次的展出呢 有许多是台北市 目前正在执行的设计案例 包含如何怎么样去整合悠悠卡 怎么样把一些老旧的房子 重新再改建 就是有许多的设计师 对台北市的市政 提出了许多的提案 那这个提案呢 怎么样去改善市政的建设 在当中也有很精彩的展出 除了利用设计展 彰显台湾的设计能量 来自英国 德国 墨西哥 日本 立陶宛 伊朗 中国等八国 上千件设计作品 汇聚松山文创园区 将引领设计美学的全民运动 英国伦敦创意团队 来台设立国际学院 随时提供最新的全球时尚资讯 并透过教育及分享 让全球专业法行师 挑战全新概念 成为时尚领导者 十六年底下 谢谢 dangers 今天 vacun骨提供 Longden专业 新闻业专业专业专专专业 你选择台北 双专专专专专业专专专专业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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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很有 Candid Mix markets in all over Asia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t makes sense to go into big market instead of in a slowly growing market then on the other hand it's easy to fly-in from all sites you don't need a visa most likely so this is more from geografically side the reason why we picked i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here a beautiful facility so it's easy to find here still cities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 they are so packed and difficult to make huge things happen 那是由于我们选择台北 一年后已经证明了 它是最好的地方 有什么特别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 我们正在同样的规律 在我们教授的学校在亚洲和紐亚 我们的计划是同样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中有课程从初课程中 首先是一 个一 Alg 课程中的课程中 第二 二 每 项课程中的课程中 有一边就是有变化的课程中 这里是有保持的课程中 然后是有arius耳朵的课程中 在课程中的课程中 partly比较有色彩的课程中 比较有多重的课程中 其实这些课程中是正在那里的课程中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和太平 也在不同的课程中 它是一个国家的学校 在每个地方都保持高度和平均的平均 好,那么什么提示可以让所有的衣裤都知道 当时你和教育上停止,当时你愿意学习 因为你认为你是在这种高度,你不需要再做这一步 你也会让未来的课程停止你的课程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在强调的强调 那就是髮型,你不太好,颜色,你不太好 所有这些异性的部分,你应该要跳进去 并建立自己更多 所以我的建议是,建立100%的研究 然后步一步,你会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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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完整的基础及进阶减染教育训练 并针对沙龙与设计师 提供专业美法上的最新时尚知识 将流行概念化为鲜明的发型意象 也以多变的产品来落实时尚 这一次的MV我找了导演夏永康来帮忙拍 然后夏永康我找他的时候 他说我一定要用谢霆锋的后期制作 那我就打电话给谢霆锋 第一句是我们没钱的 但是我们希望跟前辈自尽 那能不能帮我们弄一个MV 他说可以 我说MV是几分钟 不是三分钟 你对这MV特别长 特别长 一起唱,一起梦,一起分享流行 创作就是要给自己勇气做到最好 丰富的人生体验可以增加你的时尚内涵 随时随地保持赤子之心 这就是我们上载开度 follow最新的时尚讯息 想讲握最新的流行资讯 那就一定要锁定台北NDesign 台北印时尚 香港艺人何超怡 著名澳洲赌王何鸿生之女 1994年以歌手身份踏足香港娱乐圈 出过多张唱片 演出若干电视剧、舞台剧以及多部电影 各量度多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2010年自组852电影公司拍摄维多利亚一号 获得西班牙国际电影节奖项 2013年推出《820在玩串烧歌》 结合七首最爱 向香港四位天王天后致敬 今天时尚美光队焦点人物 我们访问到的是摇滚百变女王 就是何超怡小姐 Josie你好 你好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Josie不光光是这个演员 然后呢你也是歌手 你自己还开电影公司 对 对不对 你做好多好多事情 那这一次呢 我们又打造了你的这个 好不一样的这个新的单曲 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是什么样的一个 发凌的这种故事 你这次拍MV有20个不同的造型 好 这真的是不愧为这个 百变女王的这个称谓 其实这张专辑是跟80年代的 四位香港的巨星自尽的 因为我觉得香港的80年代 可能应该是全世界的80年代 对比现在也是比较好玩 那是有一种80年的精神在 所以就跟他们自己 那就不谈我思念 其实很想念他们 是 想念是想念了很多年 那这个专辑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挑了七首歌 七首都是美艳芳、张国荣、陈百强 陈百强和罗文 所以他们的歌大部分都是节奏比较强劲 是 跳舞的歌曲 然后我们乐队拿了那些歌 然后重编了它 然后我们乐队Juzy and the Uniboyz 把它重玩一遍 哇真的耶 因为经过了你的摇滚百变的重玩一遍以后 这完全是赋予他们的新生命 而且最主要呢他们都是你的偶像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要 我是他们的狂迷 狂迷哦 所以你就是要跟他们致敬 来表达你心中对他们的这种 最大的这个敬意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像美艳芳啊 他是有一种精神 是很非常值得我们现在 以后的艺人也要学习的 是是是 我是希望可以尝试一下 我的偶像像美艳芳啊 他才是真正的百变女王啊 好像她的很成熟啊 很成熟美丽的衣服 我想要尝试一下 所以都把他们全部都放在MV里面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MV 对啊那个真的造型 包括发型服装整个 它其实都有这个 其中的这种含义在里面 对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 二十种造型 广东话我们说 因为这一首歌我们不是卖钱的 我们是捐钱的 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捐给香港的中文大学 是 两个奖学金 一个一个是戏剧 一个是音乐 全部都是做善事 是是是 所以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 从我家的衣柜里面拿出来的 因为我修 我修藏了很多八十年代啊 很多古着 古着 所以不单只有八十年代的 什么年代的我也有修藏 那造型 这个MV的造型设计 他说他不希望我是完全模仿 我的偶像 他希望他用他的想法来自尽他 然后他不希望我是完全很八十八十的 是 所以他就把所有年代的东西都拼起来 我就觉得很好玩 值得一提的部分啊 就是呢这次的T恤呢是 哇这个也是一位华裔的 这个服装设计大师 他把刚才您提到的这四位巨星呢 就是这个Sophia Zhang 对不对 他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 一些元素设计了这件T恤 然后也是公益的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哇Lady Gaga的创意总监 Master Williams 帮你创造了这所有的 真的是创意总监啊 我是很幸运啊 因为我是在 我在香港我是签了给 陈冠希 逃流达人 OK 签了他的公司 是 他是我的经理人 然后他其实跟四位前辈 同时的资金 是他的意思 本来我只是想要跟 曼珠沙华资金 是 因为我很爱很爱这首歌 很希望我有机会唱 是 然后他就说 如果你要每一张创片里面 挑一个前辈来自己 不如你全部都一起自己 你那么爱他们 然后陈冠希 自己的公司里面 那个Matthew Williams 是他的创意 创作总监 OK 所以他就派出 Matthew Williams 来处理这一个 这个超级设计 对 他很厉害 他很想到一个T恤 然后再加一个 这个像卡带的一个USB 把歌放在USB里面 很创作 但是你也跟谢霆锋合作 他们都是这个非常有自己想法 而且他们其实都是 不但人长得帅都很有生意头脑 他很聪明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一次的MV 我找了导演夏永康 来帮忙拍 然后夏永康 我找他的时候 他说 我一定要用谢霆锋的后期制作 因为我帮你想好了 这都是指定的 对 指定的 因为有很多CG 很多后期要做 那霆锋是有一个这样的公司吗 那我就打电话给谢霆锋 我说我们是没钱的 Josie 第一句是我们没钱的 但是我们希望跟前辈自尽 那能不能帮我们弄一个MV 他说 可以 我说MV是九分钟 不是三分钟 你对这MV特别长 特别长 结果弄了 我想 没有关系啦 Josie一通电话 开玩笑 你是何许人也 对不对 人脉 这个一通电话一定搞定 他们都觉得是很honor 可以跟你一起合作 其实大家都是给面子 四位前辈 真的 Josie 我们知道呢 你除了很多想法 然后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善心 推广到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层面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你应该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梦想吧 那我们知道 你最新的计划或梦想是什么呢 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 可能认识我都是从电影方面 但是其实 我好久好久以前 我是从唱歌开始的 第一个唱片公司签给台湾的 所以我是从台湾出道的 哇 那你可以像我们 这个台湾的这个家庭咯 对 所以这一次我是回来了 欢迎回来 谢谢 谢谢 这几年也每年 可能每两年发一张唱片 是 我希望可以更多 所以今年拿了一大半年 来做这个巴士在玩的那个项目 是 那年底会回去拍两部戏 哇 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先知道一下 其中的角色什么 因为我们都很期待啊 都是都是是笑 是那个喜剧 喜剧笑 对 我一般在喜剧里面都是演小笨笨的 摇滚摆地的女王演小笨笨 对 这个大家一定很想看吧 就是走一个卡娃伊的路线 卡娃伊的路线 OK 非常卡娃伊的 就很傻 那另外一部呢 也是傻的 也是演傻的 是哦 对 是比较豪演啊 可是像真实生活当中 你是这么的smart 没有 我是笨的 如果你看我走路 你就知道了 怎么说 我是能那种走路 应该要走直的路 然后突然90度的转弯的那种 真的 就很容易跌倒了 我等一下一定要 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在侧面 观察一下Josie走路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这个 她 她很适合演这个喜剧了 对 其实我是希望可以很有情 但是没办法 嗯 你不要这么说 怎么可能没办法 我知道怎么接啊 可能不讲 可能不讲话 不走路 你可能看一下会觉得 蛮特别的 但是一开始讲话走路就觉得 呃 呃 我也讲Josie 不瞒您说 您在我们大家心目当中呢 就是天之娇女 真的吗 对啊 天之娇女啊 你从小对不对 你的这个各方面 不管是条件 生活环境 或者是这个 你知道的吗 everything 原来你知道的吗 对就是you got everything 但是呢 我刚才在洗手间 碰到 碰到Josie 她真的好可爱 我们刚好在洗手间 擦身耳口 她还跟我说嗨 然后她想说我可能是那个 是什么人 那我也说嗨 然后我们就在厕所相遇了 所以对 我要跟你学习 看学习看有没有机会演Comedy 对 ok啊 这样人生才会开心 对不对 对啊 人生开心 少一点苦恼 ok That's the reason why 她可以这个把所有的这些 有趣的元素 就像集中在这个T恤当中 然后又把欢乐啦 可是Charity啦 或者是你自己的兴趣 通通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谢谢Josie 今天是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 三明老师有告诉你什么吗 我问她说我可以啊 开Coffee Shop 然后卖咖啡 卖面包吗 她应该知道你是彭佳慧吧 一个知道 一个不知道 她说我的职业是跟我的喉咙 跟嘴巴有关系 两个人对我来讲 她们都是陌生人 可是都给我同样的答案 那我就想说 既然这样的话 那不如把它做到最好 我们要非常谢谢 那两位三明老师 如果不是她们的话 她疯嗓了 我们怎么能够听到 这么美妙的歌声呢 没有